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红潮禁闻 我是雨鸣 今天是美东时间2月17号星期六 下面是广告时间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在过去的三个多月里 我们向您介绍了三高代谢宝 并且收到了越来越多的正面反馈 60多岁的陈女士告诉我们 她服用降血压药三年后 她的血压仍然偏高 然而当她停止使用降血压药后 并开始服用三高代谢宝 惊喜地发现 她的血压回到了正常水平 她笑着说 以为是自己的血压剂出了问题 因为下压很难降的嘛 是啊 但是我觉得 下压很明显低了 是多少啊 数值 80吧 七十几都试过 不过我有点怀疑 我这么低会不会啊 有没有那么好啊 自己有点怀疑 有一次度就80 80就130几 有一次就是30几那次呢 就上高是120几 直接凉到不得了的 120几同70几 不过我说是买过机 都不信了 我是买那些东西啊 还是买机啊 不知道 我自己当时就觉得 从来没有好像这么凉过 关于更多的信息 请访问健康520网站 我们期待给您更多的希望 和健康的消息 好 一起来看这期新闻节目的 期间还出现罕见一幕 杨辉曾是中共负责情报的总参尔部部长 后出任东部战区副司令兼参谋长 是中共18届中央候补委员 2018年在中共党会习近平展开军改 军中反腐等一系列动作后 要从江曾手中彻底收回军权 据星道日报透露 杨辉就是在2018年8月 因涉嫌伪计落马 虽然杨辉只是中将 但因为事件的大背景 是中共高层权斗而备受关注 当时美国之音曾援引海外 民进网创办人和平的话 杨辉是前中共军委副主席 郭伯雄和徐才厚 一手扶植起来的明星将领 星道日报则说 杨辉还涉嫌与徐才厚 郭伯雄一起组建私家军 意图对中南海不利 大纪元引述港媒早前消息 杨辉利用分管俄罗斯的机会 在江泽民的心腹 寻光凯的引荐下 攀附上了江泽民 在军中 杨辉与江泽民的另外几个心腹 如游许贵 贾廷安等称兄道弟 中共官方始终没有公布 任何与杨辉有关的消息 也没有就外界的落马传闻做出回应 但杨辉就此从公众视野中消失 直到今年2月17号 赵兰健在社媒独家发布消息说 杨辉案侦查 目前已经终结 现已交中共东部战区检察院起诉 赵兰健检述案件核心部分 仅经纪部分 官方称杨辉被捕时 被查扣银行卡和现金2.6亿人民币 杨辉亲妹妹掌控的企业 涉及的资产及行贿受贿金额 总计超过50亿人民币 数额在已被公开的落马军户中 撂牌第一 军中巨摊郭伯雄落马后 中国官方只说涉及金额巨大 没有给出具体的数额 不过后来港媒透露 郭伯雄贪污高达千亿元人民币 可以救两个破产的希腊 中国官方公布的金额 一般不能反映官员真实贪腐的情况 但可被外界用作 预判定罪轻重的指标 赵兰健还透露 杨辉与48个军内现役女军官 发生不正当关系 有三个私生子 赵兰健有朋友在现场目击 说杨辉在转押过程中 被带上了脚料 这是中共十八大以来 省部级军已上岸犯 从未有过的杨辉是唯一 震惊所有知情人 赵兰健说 这一幕成为一大看点 被军中当权派 离退休派四处传言 人人胆寒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16日 参加了德国慕尼黑安全会议 展开了他的欧洲之旅 随后王毅还将访问西班牙 和法国 并跟英国外长举行会晤 王毅对欧洲访问之际 欧洲与中国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显得更加引人注目 观察人士指出 王毅的这次欧洲之行 似乎在寻求新的战略机遇 16日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与王毅在慕尼黑进行了会谈 美方声明说 双方就美中关系 台湾 南中国海 朝鲜 以及中东等一系列问题 进行了坦诚与建设性的讨论 布林肯特别强调 维护台湾海峡和南海和平的重要性 另外 美国一直希望 中共在中东问题上发挥影响力 这是拜登总统 与中共党魁习近平 去年11月 在加州举行的首脑峰会以来 两国之间最高级别的一次会晤 王毅的欧洲行 为什么首先与布林肯会谈 带着这个问题 希望之声记者 17号采访了时事评论员来述 这次会晤 对美中关系有所提升的作用 达不到 拜登和习近平 今年晚一些时候 即使见了面 结果很可能也就是像去年的 亚太峰会 在旧金山双方见面一样 看完就算了 没有什么太多的中国 主要的目的 就是双方保持接触 美国的目的实际上就是防止战争 长导和平 而中方 习近平有一系列的目的 当然是希望减低外资流失的速度 另外希望从西方得到高科技的产品和技术 这两个方面 目前正对峙非常严重的情况下 习近平想要的东西实际上都是达不到的 这些东西都会影响到西方自由世界的安全 蓝树认为 中国想寻找机会打开欧洲的市场 这不太容易 那就是要拉出欧洲在中国的投资 不让这些投资从中国流失 有可能的话会进一步扩大 中国产品在欧洲的市场 说起来容易都做起来很弹 因为西方国家在乌克兰被德罗斯入侵了以后 非常清楚地看到了 中共在背后支持德罗斯 所以欧洲国家实际上跟中共现在都是有十足的警惕 所以说进一步帮助中国打开欧洲的市场 这就是实际上一个不那么容易做到的事情 蓝树判断 中国似乎在寻求新的战略机遇 但是中国的政策如果不改变 不会有机会 我们马上就要展开 对中共在欧洲国家 反提销电动车调查 那么相互之间的提出 能不能够让这种反提销的调查者 基本上是不大可能 光一就是从美国到欧洲 所有的这些地方跑一跑的话 能不能提到很大的作用 它能够增加双方之间的这种互相之间的接触 但是对习近平的国内政策不改的话 中西方的紧张局势不可能降低 所以说网易不可能有太多的成果 以上是新网之声记者 王潜攀降的参放报道 美国华尔街日报去年9月报道 中国公民近年来冒充游客 进入美国军事基地和其他敏感地点 多达上百次 国安专家认为 中共正指使在美华人收集美国的军事情报 对此美国需要培养更多等多中文的执法人员 并且推出更严厉的反间谍立法政策 保护本土军事设施的安全 美国联邦调查局2月14日告诉美国之音 中共政府无视法律或国际准则 采取多种的窃取方式 对美国国家安全和信息知识产权构成了威胁 美国应该保护国家安全和国防信息 免受中共政府无视法律或国际准则 采取多种窃取方式 对美国国家信息和知识产权构成了威胁 美国应该保护国家安全和国防信息 免受中共政府不法行为的影响 美国新闻网站每日信号2月2日披露 根据美国海军获得的记录 自2018年以来 有14起中国公民试图进入珍珠港基地 或进行监视等事件 其中2023年10月29日 两名中国公民在珍珠港海军基地正门拍照和摄影 他们被拦截时说在夏威夷逗留两天 但他们并没有订酒店房间 另外美国警官发现一架黑色无人机带着摄像机在基地附近盘旋 并降落在美国亚利桑那号战列舰纪念馆附近 美国警方与无人机的操作员取得了联系 根据报告显示 这名操作员是中国人 他说自己来参观纪念馆 因为他正在攻读摄影专业 看到水中有船只就想要拍摄船只 知情的美国官员表示 这些擅闯者通常是临时接到任务 还要向中共政府汇报情况 美军基地面临着广泛的间谍威胁 传统基金会监督项目主任迈克·豪威尔对美国之音表示 这些似乎是一种软侵入或情报收集演习的训练 以了解美军基地将如何反应 印度智库红灯笼研究公司董事总经理西达多·戈时表示 中共已经在美国领土上找到了窥探军事情报的方法 随着时间的推移 间谍力度会加大 戈时表示 中共间谍活动的目的是获得美军基地的基础设施和布局 跑道 码头 基地人员数量 以及驻军情况 装备 技术和武器类型 监视系统等军事战略信息 戈时担心 一旦中共掌握了这些关键信息 美国国家安全就会受到威胁 来自中国广东的龚凯 2月17日在纽约接受新唐人采访时表示 自己曾经也是个小粉红 感谢自由门翻墙软件 让他有机会看新唐人电视台 从而认清中共的邪恶本质 他在国内还帮助上万人成功翻墙了解真相 龚凯今年32岁 去年6月从中国走线来到美国 他说 自由门翻墙软件 帮助他从一个无脑粉红 转变为追求自由的新青年 龚凯表示 我使用了自由门翻墙软件 看到了自由世界的真实信息 给了我人生的启蒙 我就相当于在一个大型的监狱里面 通过一个窄缝 看到了外面的阳光 龚凯还说 在大学时期 寝室宿舍有8个同学 大家都喜欢看新唐人大纪元 后来同学们都在网上声明 退出了中共共青团 龚凯分析 同学们在看这些节目的时候 观念也在一天一天地发生着改变 我们认识到了共产党 共青团 乃至少先队都是中共的邪恶组织 中共的统治工具 我们都要远离它 龚凯最自豪的是 自己利用经营电商的工作之便 为上万大陆民众提供了自由门翻墙软件 帮助他们了解自由世界 龚凯还表达了对美国的感恩 尤其是美国对于逃离中共的中国同胞们 给予了人道主义关怀 美国国会众议院2月15日通过维吾尔政策法案 及促进解决西藏中国争端法案 两项立法将促使中共政府结束在新疆西藏地区侵犯人权的暴行 其中 维吾尔政策法案是由美国共和党籍众议员金应玉提出 获得了106位跨党派议员的支持 法案为美国政府制定一套多边战略 以及支持遭受中共迫害的维吾尔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的群体 金应玉议员表示 维吾尔政策法案将帮助我们发挥优势 利用美国的软实力帮助新疆的维吾尔及其他少数民族 并为国务院提供所需的工具 以更好的应对习近平对新疆维吾尔的迫害 维吾尔政策法案最大的亮点在于 授权美国国务院任命一名维吾尔问题特别协调员 来管理维吾尔人的联邦政策和计划 包括协调维吾尔民族文化 宗教及语言的保护工作 在外交层面上 法案还指示国务院将维吾尔人权活动人士 纳入发言人计划 法案还将授权在2024年至2026年期间 每年拨款25万美元 以帮助受中共迫害的维吾尔族 和其他少数民族的民众 目前 维吾尔政策法案在美国众院的通过 获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多家人权机构也呼吁美国参议院迅速就此采取进一步的行动 与维吾尔政策法案同时在众议院通过的 还有促进解决西藏中国争端法案 藏人行政中央司政编八次人 在社媒发文指出 在中共侵占统治西藏长达60多年后 促进解决西藏中国争端法案 获得美国众院高票通过 证明追求正义与真相之路或许很远 但绝不是不可能 法案由民主党众议员金姆·麦格文 与众议院外长主席 共和党籍众议员迈克尔·麦考尔共同提出 法案内容不仅驳斥中共当局 关于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一部分的官方叙事 还授权国务院积极反击 中共散布有关西藏历史、族裔 以及文化等的虚假信息 这期的红朝禁闻就到这里了 欢迎就今天的新闻话题 在视频的下方留言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 请别忘记帮助我们点赞订阅还有转发 感谢您的支持与收看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订阅